金融市議員鄭文廷在議會槓上市長謝國良 針對公車高故障率以及編列電動公車預算的動機提出質詢 公車處現在虧損是幾十個億 那你現在又要花大錢去買100多台的低底盤電動公車 請教一下才剛花了這麼大的一筆錢 買一堆會壞在路上的燃油公車 現在這些不要了 鄭文廷痛批市長話講很快 但要怎麼執行 整個泰款騎乘怎麼進行 前陣子購入的中古公車該何去何從 像這樣公車拋錨在路上是在基隆的場景 光七月就發生七次拋錨 市府花了1.5億 買了50輛中古車 近期卻頻頻出包 讓民眾感到困擾 六月還發生公車邊開邊漏油 造成不少歧視摔傷 另外的舊的公車 我們會選擇年會更輕一點的 這個狀況更好的車子來 因為你們絕對不會買耐 更老舊然後不堪使用 燃油公車的泰款 及預計要購入的低底盤公車 該如何處理和維護 每一筆錢的花費及市民搭乘安全都至關重要 華視新聞 鄭優先 蘇雲寬 張全 基隆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